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 刚才记者许湘云和我们分享了她报道 香港手足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经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其他的最热点的议题 我们今天可能最关注的新闻之一啊 就是七国集团的这个联合声明了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呢 是正在欧洲进行他的首次外访 那么他将会到访多个欧洲城市 与数十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美欧关系 以及其中的中国因素 亚云我知道你刚才介绍了这一则新闻啊 拜登此行的一个重点可以说 就是刚才你在新闻中说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了 那么这一期七国集团峰会星期天结束之后呢 也是领导人发表了公报涉及多项议题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报中涉及了哪些重点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那个拜登总统在这个首次的书访的时候呢 他在到欧洲之前先到了英国 在那里参加了这个G7的峰会 那峰会之后这个公报当中呢 其实呢重点就是在于这个中国方面 表示呢这个G7的成员国都非常关注 那么也甚至也提到了刚才我们的记者 所讨论的这个香港的议题 那么在这个公报当中呢 提到四个中国的部分 分别是说要来彻查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 然后还要跟盟友来共同的这个应对中国不公平 以及不透明的贸易行为 也要求中国要尊重人权以基本自由 尤其在新疆地区 还说到要给这个香港的基于中英联合声明 还有基本法的高度自治 然后也提到了要依照法治 来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要强调也强调了说这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且鼓励两岸的议题要和平解决 并且也严正的关切东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局势 并且反对单方面的来扇高这个局势跟改变现状 那白兰总统在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 也再度强调说之前的G7峰会没有讲到中国 但是这一次有 我们来看一下白兰总统是怎么说的 同时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呢 也告诉随团的记者说呢 他说在中国的议题方面 在这一次的G7的讨论当中呢 有一个显著的进展 而且反映出在几年前并没有的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各国之间针对中国的看法呢 是越来越趋同一个共识 确实这是这次 就是七国峰会的一个亮点 那么就是中国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和以往相比 那从中也可以看出 拜登政府在背后所做出的努力 那么白宫也是表示呢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在G7当中 这么多的涉及到中国 也是这次的这个峰会所取得的一个成果 那也反映出来 其实拜登政府一直以来 他们对华战略的一个核心 就是要加强盟友关系 那么共同对中国施压 另外除了这个中国因素之外呢 我还关注到这次的这个七国峰会 所取得的两大亮点 一个就是七国共同的 为设置一个全球最低税来背书 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挺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而且对美国而言非常的重要 因为就这个企业税而言 其实美国跟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比 一直是不占优势的 所以这些年呢 不断的有一些美国的很重要的大公司 通过这个海外并购啊 或者是通过倒置啊 等等各种方式 把自己变成一家外国公司 那么这其实对美国的经济是有伤害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 如果能够成功的设置一个全球的最低税呢 就会避免各个国家之间为了去竞争 为了去争夺这些跨国公司 而无下限的来降低自己的这个企业税 另外也可以避免一些跨国公司 借助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税制的漏洞 来避税 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当然现在它只是一个印象 具体会怎么样来落实 后面还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要商榷的地方 另外我还关注到的一点 就是这次的七国峰会提出了一个口号 或者说一个倡议叫做重建更好的世界 这个听上去很像拜登总统在美国国内 所提出的这个更好的重建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么其中就涉及到要为发展中国家 来提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还有更具透明度的这些基建的合作项目 那么这显然是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 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不断的在想说这个民主国家 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民主的替代方案 那么这个替代方案具体是什么 这次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关于基建的倡议 就反映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落实在非常具体和务实的这些举措上 而且拜登总统其实不但是提到这样的基建 不但是一个口号而已 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关注点子在里面 像他在提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基建跟供应链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说美国跟这个G7的成员国 都已经同意要把强制劳动 从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当中给剔除出去 那么当中这个声明当中还特别提到说 包括由政府支持的针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的强制劳动 然后就直接提到的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所进行的强制劳动 那么在当中还特别说 这个新疆强制劳动其实占了中国的农业 太阳能以及成一等产业供应链当中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这也导致一些国际的企业 你很难跟他们来分开来 因为我要买棉花 我难免就是可能买到新疆的棉花 或者是在一些稀土气等等方面 那拜登现在提出来就是说 美国要跟民主主盟一起来建立另外一条新的产业链 就是刚才平常所说的这个Build Back Better 重建美好 而且拜登总统他的讲法是说 重建美好的伙伴关系 他用Partnership来说 他说这个会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公平 而且会提供透明高标准的金融机制 并且还会在四大方面提供各国协助的建设 分别是气候变化 健康 数码 科技 还有性别平等 他说这样子做更能够彰显民主价值 而不是集权的没有价值 是的 刚才两位说的 其实都是这个G7七国峰会声明的内容 但是我们知道拜登的行程还没有结束 他之后还要参加欧盟美国峰会 还有北约峰会 那么跟这两个更大的组织 能不能还取得一样显著的共识 还有成就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说拜登上台以来 当然美欧关系是出现了明显改善 比特朗普时期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欧洲国家其实也很清楚 在对抗中国的竞争这一方面 美国其实并没有改变立场 而且一些欧洲大欧盟的大国 对于中国的市场 还有中国的贸易 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的 有时候他们的利益和美国 其实并不一致 而且呢 刚才说到欧盟是拥有27个成员国 他们自己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 很难在对华政策方面 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就我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关北京通过这个香港选举法改革 那么美国和欧盟多国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批评说 这是对香港自治的严重破坏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欧盟至今都没有产生一份 统一的代表所有成员国 表达谴责的这样一份立场性的文件 那么在今年的4月呢 这个欧盟的外长们 是起草了这样一份声明 谴责中国对香港自由的压迫 但是由于匈牙利 这一个国家的坚决反对呢 声明是最终没有能够发表 那么评论是也认为说 这就和北京 像匈牙利在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提供支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 不过呢 说到这个分歧方面 我们刚看到 大家还是有一个共识的存在 所谓的共识呢 就是在这个新冠病毒打击疫情方面呢 美国与欧洲还有世界各国 其实是有一致的共识的 那么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 也特别强调了最大新冠病毒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没有关系的 access to the laboratorie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I have not reached a conclusion because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not certain yet whether or not this was a consequence of a from the marketplace of a bat and interfac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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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s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caused this this COVID-19 or whether it was an experiment gone awry in the laboratory 那么之后呢 这个美国白宫这边也宣布说 美国跟G7的国家呢 会在2022年底之前 共同来提供全世界 制造大约23亿剂的新冠疫苗 所以看起来在打击疫情方面呢 大家走得还是蛮精 是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欧洲 也是传统上的盟友啊 尤其是在比如说 中国在和美国竞争的时候 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 在这个政治体制方面 和欧洲其实还是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欧洲和美国 可能更容易在一些问题上 这个产生一些达到 最终达到一些共识 那么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新版的美国观察节目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我是黄亚裔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明天见